1月5日是德云社演员秦潇贤的生日 在当晚秦潇贤在网络上发了一则 关于自己生日的感言 内容不是很多 但是感慨万千 既说了没有去剧场的原因 也感叹了自己一年的成长 确实2020年算是秦潇贤真正成长的一年 跟随师傅和师兄们参加综艺 基本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从小剧场的磨练到被大众熟知 这不仅是职业生涯的发展 也是心理成熟的转变 傻子秦潇贤变了 仅仅在秦潇贤发文几分钟之后 德云社的一众师兄们就在评论区里送上了祝福 从秦潇贤的配图来看 应该是跟队员们一起过的 才有了师兄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回复 并给予了一个德云社特色的生日祝福调侃 或者护黑 这一次他们选择的是 用不太正常的方式送上祝福 仔细看看 他们的祝福分成了好几段 一个是秦潇贤所在的七队队员 从队长开始转了一个圈 孟贺堂祝酒粮 酒粮祝二哥 二哥刘晓婷祝大华 何九华祝福刘九如 九如祝九泰 九泰又祝贺了孟贺堂 这么一圈轮下来 好像完全跟秦潇贤没有关系 但又好像能感觉出一些什么来 不知道是不是师兄弟们在一起嗨翻了 德云社的搞笑 不管是舞台上还是生活中 从不让人失望 当然 作为德云社总队长的阮云平 从来不缺席同门的生日祝福 在第二段里凑起了热闹 他的祝福送给了烧饼朱云峰 这个从来不走寻常路的烧饼 也着实没有让人失望 直接来了剧 祝水云间KTV生日快乐 这个氛围搞得不要太好 寓意也是很明确的 当然也有属于第三段的正常生日祝福的 像孔云龙李九江就真儿八经的 给秦潇贤送上了生日祝福 尽管德云社师兄们送上的祝福 画风有些跑偏 但是德云社其乐融融的景象 有了很好的呈现 师兄貌似从来不欺负师弟 七队队员的祝福 可以从时间和形式中看出来 他们是在一起为秦潇贤过生日 师兄弟们欢聚一起还是很开心的 而师兄弟们的这种调侃般的祝福 才是兄弟情谊的真实战线 德云社火了以后 很多年轻演员也开始扬名立万 网络上就有了一些师兄弟不和 同门相处不融洽的传闻 其实他们常年在一起学习 生活 演出 其中的感情是不可能 被一些风言风语就会影响的 极乐融融的德云社会有更好的发展 人们的经营 人们的经营